多尔滚只有一个女儿,如何有第十世孙,背后的真相揭晓,2005年,在广州火车站,一位身穿黄色长衫,脚穿拖鞋的中年男子,坚持要使用优先购票柜台,并咄咄逼人地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国公爷多尔滚爱新觉罗氏的十世孙,现在是亲王,人群中有人忍不住恨他。 多尔滚有女儿,没有儿子,多尔滚有儿子,只是多尔滚自己不知道,正赶上春运,大家都想早点回家,火车站人山人海,无论哪个窗口,都有很多人在排队买票,优先窗口是为残疾人合服兵役的人准备的。 这个穿着长袍的人走到优先窗口,车站工作人员向他出示了买票的正当证件,没想到他非常生气,说,我是爱新觉罗氏多尔滚的十世孙爱新觉罗,歹国的,他现在是亲王,凭什么证件? 他一喊,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看向他,还有人问,国王一大早就死了,他是从哪里来的? 车站工作人员耐心劝说该男子排队买票,但他拒绝了,把身份证放在桌子上说,你看,这是爱新觉罗,郭迪。 然后,他拿出多尔滚家族的血统,得意地说,你仔细看看,这血统是不是爱新觉罗,郭迪,不管这个人是否真的是多尔滚的后人,他都是一个普通人,现在被束缚着,原来,他的真名叫周友甘,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多尔滚的后人,是他的父亲在临终前告诉他的,从那以后,周友甘完全变了一个人。 如果说以前他是一个真正的王子,那么现在,作为皇室后裔,他给人的感觉仍然是一个从头到脚都闪闪发光的王子,首先,他们要恢复显赫的血统,然后要穿上大拖鞋和黄衣服,房子要布置成金碧辉煌的宫殿风格,并挂上东宫画像,他们选择的对象必须是满洲女子,最后还要娶表妹为妻,人群中一个了解清朝历史的人说, 胡说八道,多尔滚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多尔滚没有儿子,怎么会有十世孙,难道这个姓周的是假的,多尔滚当然没有儿子,只是多尔滚自己不知道而已。 1643年皇太极崩,多尔滚和皇太极的长子豪格是皇位争夺最激烈的人,但最终庄妃,钱庄文皇后,的儿子弗林夺得了皇位,继承了皇位,很多人都说,钱庄夺嫡的儿子嫁给了多尔滚。 至于具体存在联姻的时间,我们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弗林登基时,年仅六岁,多尔滚与基尔哈朗一起,主动帮助年轻的顺之地,但才华横溢的多尔滚,很快就将基尔哈朗从副手的行列中除名,顺之地的长兄多尔滚也被下狱,最终死于狱中,有人质疑, 既然多尔滚称帝后,完全自给自足,为何会主动帮助小福林,因此怀疑的对象是世子,记载在庄,史书中都没有相应的记载,这就给了我们丰富的想象空间,但实际上,多尔滚想当皇帝的野心很大。 准备夺取皇位,满洲八旗中只有两皇旗只属于皇帝,皇帝对两皇旗的大臣们又采虔诚效忠之装,都发誓不归顺多尔滚,如果多尔滚想称帝,就得引起两白旗和两皇旗之间的战争,多尔滚不敢这样做,多尔滚同情孝庄,知道孝庄想让自己的儿子代替自己称帝,这也是事实,众所周知,多尔滚的亲生子嗣, 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有人说多尔滚孝顺爱妆,子嗣薄弱很正常,其实多尔滚就像庄孝王一样,但也不排除,简宗洛玉迭摆了七个福晋,四个妃子。 多尔滚死后,豪格直接霸占了他的福晋,多尔滚的女人太多了,只有李氏的小妾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其实,这也与多尔滚的身体有关,自己年轻体弱, 因为常年征战,身体受损,三十岁的时候就有了各种疾病,难怪豪格说多尔滚是非人之福,为什么骗子都很喜欢冒充清朝皇族呢? 首先是,骗子主要欺骗对象,都是老年人,文化程度低,还有对历史不了解的人,你说自己是五代十国皇族,是北魏皇族,是朱祁镇的儿子, 是大明三太子遗孤,受骗者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说自己是民国大元后人,搞不好那个大元在战犯名单里,清朝优点是时间比较近,而且非常出名,因为清工具盛行,因此,哪怕是一个老太太,都会知道乾隆,康熙,慈禧太后,而且,现在欺骗升级了, 不再直接骗钱了,开始卖药了,各种宫廷秘方保健品,这可是来钱比较快的方式啊,组织几次大规模技组大典,找一帮吹鼓手,就可以欺骗一大批人买药,随后还有人爆料, 周迪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表现得神神经经,有时候经常会身着一些类似于古代的皇室服装, 与别人沟通时,还会自称本王,仿佛深陷于此,自觉比其他人高人一等,据后续调查发现,爱心觉罗,周迪确实有可能是皇室子孙, 这一点由溥仪的弟弟溥仁确认,经过溥仁的观察,他认为,爱心觉罗,周迪应该是多尔滚时事的子孙, 周迪的身份被敲定后,他自己的信心也开始如火焰般被燃动, 不久便向中国故宫管理院提出一个十分滑稽的要求,归还故宫祖产, 无论是在故宫从事修复行业的,还是与故宫毫不相关的人都对周迪这一要求惊到了。 忍不住感叹,世界上真是无期不有,周迪对于众多的质疑和嘲笑并没有愤怒, 仍旧不断向故宫博物馆提出交还祖业的要求,本来人们对他的身份早已经没有兴趣, 如今突然间的无理取闹,将他自己推向了舆论的风波, 对周迪是否为皇室子孙这一问题,许多专家展开了探讨和研究, 经过专家的细致排查,不久便出现了种种问题, 这些问题也给周迪的身份带来了另类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周迪口中的多尔滚是清朝第二位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十四位孩子。 其名爱新觉罗,多尔滚,多尔滚随顺之地进入了紫禁城, 展开了自己的摄政生涯,将年幼的顺之地排除在外, 顺之七年冬,多尔滚死于塞外狩猎途中,死后嗜好为清承宗, 但是在不久的两月,顺之地将其嗜好剥夺, 并且将多尔滚的坟墓刨开,称多尔滚是玩弄皇权的独尘, 其最当战。 这便是周迪口中祖先的结局,的确不能否定他是皇室子孙, 可是史书上还有一项记载,多尔滚有六个妻子四妾室, 只有一个女儿,并没有儿子,周迪又怎么会成为多尔滚的十世孙呢? 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多尔滚有私生子, 这一说法并不能有什么难以想象的, 毕竟当时的封建社会对于夫妻的关系, 一直都还男子女卑的,因此男性在外有情事, 也并无不肯可能,除了这一疑点, 周迪身份也存在着另外一个被家族传统的疑点, 据周迪的描述中,他的字中有欲, 全字为欲敌,是普人的堂弟, 当时的清朝对于辈分有尤为重视, 断不可能因何种原因而改换其辈分, 后代的子孙中,皇室的后代需要按照宰、 朴、玉、横等等。 以此看来,周迪绝对不可能是普人是同辈关系, 至少从辈分排列中可以看出, 周迪不会和普人有何种堂兄弟关系, 清朝的后代子孙都需要按照其祖传的规矩形式, 在其中的规矩中便有提及, 后世子孙不得从事商业, 因此,在许多真正的皇室子孙需要靠着劳动力和做小摊小贩来维持生活。 在周迪一家的记载中, 他的前人有从商下海的经历, 但对于重视家规的满清宗族却不太可能, 诸多疑点成为了周迪乃多而滚十世孙说法的阻碍, 而周迪索要故宫祖业也告一段落。 周迪闹下的种种啼笑皆非的戏剧自此落下帷幕, 名字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中, 对于大家而言, 他只是入戏太深, 当下早已今非昔比, 所作所为与当时在节目中选飞的贺庆龄如出一辙, 如果说自称乾隆后代的横少还有点符合这个时代, 他只不过是同样的皇室装修风格, 身穿龙袍, 组织满族人穿官服祭祖, 但他并没有在发型上和行为上与这个社会脱节, 那么这个周迪就完全活在过去, 说是一种传承, 但是看不到其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更像是一种旧社会的风气, 还带有一定的愚弄色彩在其中, 他偏偏保持了清朝的风格和礼节, 自己的孩子称呼自己不能是爸爸妈妈, 而是要称自己为阿玛, 他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副皇家人的样子, 就好像他就是皇帝一样, 家中所有的礼节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旧思想, 就行为没有一点的意义和价值, 反而给人一种皇室不过如此的感觉, 除此之外, 在这个人人平等, 民族平等, 婚姻自由的社会, 周迪家男子的配偶也是必须是满族的女子, 而这一行为称, 其实为了保持血脉的纯净。 周迪的祖祖贝贝从未与汉族女子以及其他民族的女子有过婚约, 从今天看来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而她的这一行为带来的只有社会舆论。 关系感觉网站 工程 工程